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这是怎样 在所有的讲道都讲出神的美善 让人喜欢神 让人去有动力去尽尽神 也觉得生命是有盼望的 有盼望的 好了 另外一个主题 我现在示范 这是这个靠主喜乐的主题 然后人的正面和反面的例子 就是基督徒也有很多是没有喜乐的 有没有见过没有喜乐的基督徒啊 没有喜乐有什么后果呢 他们就没有力量 也没有动力 也活得很痛苦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讲这个后果 就是没有喜乐活得痛苦 然后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四节 是在主里喜乐 原文是主里喜乐 但中文翻译靠主喜乐 在主里面就是尽尽神而喜乐 喜乐从神来的 喜乐从神来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 好了 神的属性和恩典 神是喜乐的神 所以天堂是喜乐的 所以耶稣讲到这个比喻 五千 二千 一千的比喻说 进来享受你主缘的什么 快乐 进来享受主缘的快乐 所以天堂是快乐的 现在也是快乐的 因为现在神 神也是因我们欢心喜乐 获然爱你 前因你喜乐而欢呼 所以神现在也是喜乐 基督徒也现在可以靠神喜乐的 好的 然后恩典 神去喜乐是属性 祂的本性 祂的本性就是 祂创造人之前都是这样 祂永远去喜乐的 然后祂的恩典 是神为我们做的 帮助我们有喜乐 是不是 第一 祂将喜乐赐给信和亲近神的人 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 祂就赐我们喜乐 神祝福叫我们有原因喜乐 因为神会继续祝福我们 我们现今神有平安 有力量 我们帮助人会更喜乐 我们有神为我们开路 更喜乐 神为我们预备 基督徒的朋友 更喜乐 如果我们结婚去基督徒的话 也很喜乐 但如果不许基督徒 不许跟基督徒结婚 但我们对祂更好 也生命也可以更喜乐 所以神能够帮助我们生命中 更多的喜乐 神也喜悦我们喜乐 我们喜乐 祂很喜欢 靠主而喜乐 祂喜欢的 以神为乐 祂喜欢的 所以天国就是喜乐的天国 这是神是喜乐的 祂也帮助我们喜乐 祂帮助我们 其实这里写的不是所有 你们可以用你的创造力 创意去思想更多的 神会带领我们放下垃圾 放下负面的东西 让我们更多的喜乐 祂也有些有些心理 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很喜乐 或者是突然很感动 就帮助我们放下这些烦恼 就叫我们更喜乐了 好了 提醒和警告 没有喜乐的人很难从神得利 生命也被拆尾 有些人信要受很长的时间 但是有些人是信念错误 以为基督徒要很严厉 以为基督徒要不能笑 做牧师不能笑 所以这个是造调错误 或者是以为是用律法改变人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常常都没有喜乐 这样的话 没有喜乐 总是要做要做要传福音 要传福音 我都是努力做传福音的 但如果在信奉神的时候 没有喜乐 其实是痛苦的 是不是 都是 其实有些人这样说的 我没有信要书 我不喜欢读书的 现在读圣经 现在信要书要读圣经 他以前不喜欢帮助人的 现在要常常帮助人 以前不要愿付出钱的 现在要付出钱 所以如果没有喜乐的话 基督徒 神对我们要求是高的 要求我们爱神 爱人 关心人 帮助人 奉献金钱 去读封神 读圣经 听道 都是付出代价 如果所以没有喜乐的话 做基督徒是很多困难的 很多重担的 但神不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付出代价 因为我们是 为神做共 负耶稣的恶 但我们做的时候 去荣耀神 有喜乐 神就喜乐 神也祝福我们 所以虽然我们很多 要做的工作 但其实可以喜乐的 好了 怎样 如何可以喜乐了 如何可以喜乐 首先处理自己的负面 负面思想和情绪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们很多负面思想 人都不喜欢我的 没有人喜欢我 没有用的 这是错误的思想 因为 的确世界上 有人是近看我们的 你没有用啊 你很蠢啊 你做什么都做不好啊 但耶稣不是这样说话的 圣经说 神拣选 世上 宇宙的 叫有智慧的 修慧 所以在神的方法 是不同 因为很多是 思想是错误 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 从圣经需要找 这些真理 放在记忆里 圣经里面有些 美好的兴趣 我们就放在记忆里 神看中我的 神在我们生命 有奇妙的计划 我 神 为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读一语 已经写在 天上了 写在他的册上 神啊 你的意念 向我好能宝贵 神有很多宝贵的意念 所以 这是圣经的教导 神拣选 宇宙的 教有智慧的修慧 虽然我宇宙 神也使用我的 然后 神祝福 爱他人 爱他人就有出路 就不用烦恼 就有喜乐了 神会帮助我们 有困难 家庭有困难 但神会帮助我们 善待他们 善待他们 这样子变得更好了 更好就可以有喜乐了 也有机会 去回应人 有些手 有些人伤害我们的 我们有机会 回应他们 就不被他们伤害了 就能够被人伤害 还是能够有喜乐 撞过来 赞美主就有喜乐了 这个 这是 我们 这是怎样 帮助人 有喜乐 处理里面 所有的负面想法 我们 亲近神 神就爱我们 神就帮助我们 有出路 就不用烦恼了 我们感恩 就有喜乐了 我 我尊重 尊重神 尊厌尊重神 任何一方面 一杯凉水 神都喜乐 所以我也可以开心 所以我告诉人 这个喜乐的秘诀 喜乐的秘诀是什么 我做什么事情 尊重神 神都喜乐 所以我 神喜乐 我也可以喜乐 所以我整天都是这样 赞美主 哈利路亚 神也喜乐 哈哈哈哈 因为我已经对自己说很多次 所以我不需要继续告诉自己 神现在喜乐 我知道祂喜乐 所以我整天都是 我尊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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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神真美好 神对我真好 哈哈哈哈 啊 神提升我的生命真好 哈哈哈哈 神给我我开路 感谢主 哈哈哈哈 我就是 常常都是感恩 我也知道神喜乐 所以我就整天都去喜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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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整天 都有喜乐的原因 是不是 这个就是如何 因为很多是这样的 要做到完美才喜乐 要很成功才喜乐 要生了孩子才喜乐 要结了婚才喜乐 但结了婚发觉 结婚之后也有困难 所以他们也会不喜乐 我就去整天 圣经教导 就是看到神的美善 感恩就有喜乐了 挑战和祷告 我们可不可以开始放下垃圾 放下不好的人的言语 不要再记忆了 不要再思想了 不要紧了 他对我们不好 不要紧 这个信念很重要 人对我不好 不要紧 我不会死掉的 有要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不要紧 我不会死掉的 死了也不要紧 死了就去天堂 正好 哈哈哈哈 这样的话 我整天都说 任何问题都不要紧 你看到这个整个主题 都关于喜乐的 是不是 有人看到 有喜乐不难 因为神是帮助你有喜乐的 神整天帮助你的 他整天帮助你放下垃圾 他感动你去亲近神 你亲近神就有喜乐 他帮助我们放手 人能把你怎么样了 人不能伤害我 所以我可以放手 所以神去帮助我们整天喜乐 我回应神 神就很开心了 你现在变为一个喜乐的基督 神就很开心 现在你终于变为喜乐的基督徒了 哈哈哈哈 神全喜乐了 有些人说你怎么知道的 神就说 他因你欢喜喜乐 莫然爱你 谁因你喜乐 欢呼 如果我们处理生命进步 他必定喜乐的 基督徒他也喜乐 所以我们亲近神 他在我中间 因我欢喜喜乐 他在我们中间也开心 所以我尊重他 他必定开心 我处理生命 他必定开心 我进入西风 他必定开心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鼓励基督徒 你西风神 神很喜乐的 他就祝福你的 他就提升你的生命的 他就将你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的 你的生命就进步了 你就可以开心了 是不是 你就可以开心了 哈哈哈哈 他在笑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有些人觉得 做墓虚必定要有体统 不能随便的笑的 圣经说 有靠主喜乐 在主里面喜乐 为什么不能笑呢 好了 现在我们用经文 现在我刚才去写了几个 几个例子 现在去有些经文 凡老骨当中 当然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都安息 马太福音11章28节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让誓 这样 你们心仰闻是灵魂 你的心里就必得想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当时是清神的 你们看一看 这里有多少恩典 有多少去责任 谢命 这里有多少去恩典 你可以大声说出来 没有问题 什么恩典 告诉我 什么恩典 安息去恩典 是不是 感谢主啊 有和谦卑是什么 是神的属性 祂的本性 祂是有和谦卑的 然后 父我的恶 学我的认识是什么 是律法 非常好 你有进步了 感谢主 这是我们应该怎样做 是不是 不 耶稣的恶 学耶稣的样式 神就应许了 耶稣就应许了 当你付我的恶 付耶稣的恶是什么意思 这个恶 就是 牛在 泥地的时候 要放在祂的箭头上的 那这个梨 再离这个田 所以这个是耶稣用来比喻 我们与神一起扶序 但是谁的恶 是谁的恶 耶稣的恶 所以当我们付耶稣的恶 也学祂的生命 学的样式 学 祂的样式是学什么呢 学什么 是的 祂的游和谦卑 很多方面都可以学耶稣的 耶稣有信心 祂相信神 祂圣服神 祂说天父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天父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祂是非常的谦卑的 祂也是服侍人的 愿意付出代价 学己的 为我们洗在学家上 所以我们就学耶稣 每一方面都学耶稣 这样我们越学 就越安息 这里有两个安息 第一个安息 跟后面的安息 有什么分别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第一个安息 跟后来的安息 有什么分别 第一个安息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什么时候得到 第一个安息 来到耶稣那里 就有第一种安息了 这个是亲近神的安息 第二种是怎样得到 怎样得到 第二种安息 学耶稣的安息 学耶稣的安息 还有另外一样 付祂的恶 这样你们就能够 你的灵魂 你就能够享受安息了 但为什么很多 侍奉神没有安息了 因为他们没有做第二样 是什么 学祂的样式 凡是信靠天赋 神掌权的 比拉多 审问耶稣的小说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你知道我能够释放你 也能够将你定习下 耶稣怎样回答了 若不是从上头 寄给你的 你就没有全品办我 所以耶稣当时是说 是神允许你这样做 但如果神不允许 你不能做 我定习下 是神允许 也是神的计划 不是你带来的 是神带来的 所以耶稣当时是很有权柄 我不需要叛逆 如果没有不许 从上头 赐给你 你就毫无权柄 所以耶稣当时是更有信心 祂是有信心 祂像是烦弃在神的手中 为什么我不怕人呢 因为我知道掌权的是神 不是人 所以人对我说不好的话 我不放在心上 我不理会 如果他说的不是我错 我认错 但如果不是我错的话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放手 我就不会被他影响 因为我跟从耶稣 不要怕人 耶稣也不叫自己教托人 这个约翰福音二章讲到的 祂不叫自己教托人 因为祂知道万人的心 祂没有叫祂的门徒 为祂安排什么事 祂没有叫他们安排 全都是天父安排的 然后祂说我的恶是容易 但只是精神的 什么情况 祂的恶是容易 有些人说不容易 很难 怎样 这个恶 什么情况是容易的 这是我们学耶稣的样式的时候 就轻松了 因为神是负责一切 我们放手 好像耶稣这样轻松 有信心 祂相信 祂讲得到 都是讲到神的应许和福气 罢福 罢福都讲到 所有的真正神都有福的 然后祂说很多话 都带着应许的 信我的人从祂负重 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扶去我的 天父就尊重你 祂就有这些很多的应许 所以耶稣是很轻松的 祂凡许信靠神 所以我们凡许信靠神 也可以轻松 也知道 我有神的平安 喜乐 有神的生命 哈雷路亚 有神的生命 神就喜悦 哈雷路亚 神喜悦我的生命的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雷路亚 我们就平安喜乐了 我们就没有担子了 但太多人有担子了 首先 第一 回到神那里 将中担交给主 第二 赴耶稣的恶 去奉神 但同时 学压耶稣的样式 去神的奉 我的责任 是让耶稣 彰显出来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我有神的美善 神就会改变人了 哈雷路亚 下面我去解释 刚才已经解释了 所以 当我解释了 简单的讲了 提到两次 讲到安息 第一次是当人 亲见神就得到 第一层安息 第二是当人 赴耶稣的恶的手 侍奉神的手 而且学耶稣的让识 原文没有让识这个 这是学我 所以是学耶稣的生命 学耶稣做事的方法 学耶稣信靠神的方法 人就会在灵魂里面 享受神的安息 其实原文没有享受 原文是说 你的里面就有安息了 你的灵魂就有安息 整个灵魂就安息 这是更深度的安息 当你学耶稣的让识 什么事情都不要紧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紧的话 你很轻松 你的健康更好 睡眠更好 你就更有平安了 耶稣说是他的恶 他负责 所以当我们从神得利 以靠神学耶稣 这个恶就容易了 是主负责的 好了 这个 等一等 我现在不给你看这个 我现在给你这个 作业 马上做 写 刚才写的几点 现在用纸去写 写完 我才给你看 我所写的 好不好 现在就停止了 就是你们先写一写 然后我们才 去 讲这个 责案 好的 如果你们没有纸的话 请你站 那里 很多纸的 传给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